花费100亿美元造一个望远镜 美国人是不是太疯狂了 就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末 美国宇航局发射火箭 终于将耗费100亿美元打造的微薄太空望远镜送上了太空 太空望远镜是目前人类观测宇宙的最佳手段之一 在远离地球的外太空工作 可以不受地球大气干扰 拍出的图像清晰度高 相信不少小伙伴都听说过大名鼎鼎的哈勃望远镜吧 它就是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太空望远镜 咱们看到过的很多美轮美奂的行星 星系的照片 比如第一张木星的彩色照片 5000光年外的欧米加星云 3亿光年外的环星系都是它的杰作 此次美国发射的微薄望远镜就是哈勃望远镜的寄阵者 哈勃望远镜于1990年发射升空 原计划在2007年就让微薄望远镜上去换它的班 但没想到微薄望远镜的研发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进度十分缓慢 比如它巨大的主镜面 由18块金属皮制成的六边形镜面组成 这些镜子光是制造和打磨就花了六年时间 最终微薄望远镜的发射日期一推再推 直接各到了2021年 属实是割王之王 可怜的哈勃望远镜也因此被迫加班了14年 堪称劳模 同时还造成了微薄望远镜的项目经费严重超标 微薄望远镜是美国联合加拿大欧洲共同开发的 原本计划预算是5亿美元 但是因为研发难度大耗费时间长 最终总计花费了近百亿美元 5亿变百亿 你以为美国宇航局在大气层 实际它在地下室 不过微薄望远镜贵是贵了 性能却没得说 它的18块镜子总尺寸是哈勃望远镜的6倍 探测范围要大的多 同时微薄望远镜还有更高的红外分辨率和灵敏度 能观测到更暗的物体 这个能力是哈勃望远镜的100倍 所以微薄望远镜能够观测到更加遥远的宇宙 甚至能够看到130多亿年前宇宙刚诞生时的样子 可能有人不理解 上百亿年前的事情怎么还能看得到呢 实际上咱们能够看到物体 主要就是物体反射的光传播到眼睛里 但光的传播是需要时间的 你现在看到的屏幕画面 其实是一那秒钟之前的 你抬头看到的阳光也是约8分钟前从太阳发出的 微薄望远镜主要观测的红外线就是一种不可见的光 所以理论上只要微薄望远镜能够观测到 宇宙在130亿年前发出的红外线 就能看到宇宙大爆炸后形成的第一批恒星或星系 并研究它们的演化过程 与此同时 微薄望远镜还能研究生命的起源 在宇宙中寻找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 这一点是哈勃望远镜不具备的 总之 微薄望远镜能够成功发射 也算着类探索太空事业的又一进步 咱们就期待未来微薄望远镜拍出的照片吧 相信100亿美元的相机拍出的作品 应该不会差吧